2010第四題 小明家中有兩台的桌上電腦 和一台的彩色噴墨 Injet的打印機 小明發現到在零售點 和快餐店 都是用了一種感熱式的打印機 於是決定就換打印機了 感熱式的打印機有什麼缺點呢? 第一,印出來的資料不能夠維持很久 很快就會變了 因為受熱力和其他環境因素影響 很快會蒙了 第二,顏色很有限 不及Injet那麼多 第三,需要特別的紙張 這些感熱紙才可以印到東西 而第四,感熱紙非常昂貴 而且也有致顏物質 小明希望買一個外置式的硬碟 用來儲存的資料 所以除了儲存量之外 它還需要考慮什麼技術規格呢? 答案就是 數據傳輸的速率 究竟快還是慢呢? 另外一個介面 USB2還是USB3 或者是SGUS 第三,電源供應 需不需要插電 第四,體積大小 第五,就是Hard Disk 它的Catch快取記憶體又多 還是少呢? C,小明希望做一個LAN 一個局部的區域網絡 所以它就用了一個普通的交換器 一個switch 第一題,它需要哪種的電纜呢? 電線呢? 答案就是雙扭線 或者UTP CAT5的線 或者CAT6 雙扭線比較便宜 第二,兩台電腦 需不需要用相同的操作系統 比如用Windows 或者Linux 需不需要相同呢? 答案是不需要相同的 只要它行TCPIP 就已經可以溝通到的了 所以第三題 要連線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通訊協定 叫做TCPIP 第四 小明打算將檔案 在兩台電腦之間做分享 而另一個檔案就不分享 所以有些分享不分享 所以它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答案就是我們將要分享的檔案 放在一個文件夾 然後就可以按右鍵 選擇Share、共用 設定權限 大家就可以分享到的了 方法就是將它按右鍵 選擇共用和安全性 那就可以了 D 要有效管理電腦的檔案 有什麼工作我們需要定期去做呢? 答案就是第一 移除分割 病毒素描 維持檔案結構 做備份 刪除過時的舊檔案 所謂移除分割 就是將它重組 Defragment 可以檢查HardDisk 可以做備份 也需要做一個磁碟的清理 一些暫存檔案 或者一些 過了去的舊檔案 可以將它清除呢? 呢? 也可以打算 在行為 適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